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1989年到2004年我加入成品 过去这15年创办人的丰功伟业就是他连续亏损15年 也要继续做书店 我觉得书店它就是原店 其实它是我留在成品的关键 所以书店 书这件事情我认为应该是我有生之年 我会想要持续的关注 只要成品它存在着 我都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的经营书店 24小时的书店无论他们开在哪里 永远也会是成品的一个持续的品牌 它太重要了 我希望全台湾的人只要有一天晚上 他不想睡觉 他都有一个24小时的书店可以去 大家好 我身后的绝对是目前全台湾最出名的一只兔子 太极妮妮 看到他吗 名师所设计 有如在太极中的挥舞 而跟人群进行空间的对话 的确我身处的地缘 正是目前台湾最出名的一家店家跟卖场 也就是成品生活兴电 也是成品事业之下 全亚洲最大面积的一个成品的生活的展场 面积将近有2万平 这里的参观 这里的展示 这里的进来之后 你一切的感受都是非比寻常 但光我一个人说今天不够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我们最好的祥导 来陪伴我 就是成品生活的董事长吴敏杰 Mercie 非常难得我们有这个机会 你好 你靠近我一点 对对对 我们要跟那个兔子前面来相遇 你好 这个地方我觉得 现在已经开始展示一段时间了 是 很简单的告诉我们 所有你觉得最重要进来的消费者 你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好的 一开始的时候 两万平将近两万平的空间 其实对成品生活 而且它不是一般我们所熟悉的 市中心的商权 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那个时候整个团队提出了一个立体 微型城市的概念 走进来 有如进入一个小型城市 是的 所以我们方方面面开始 就是从如何真的 一个城市里面应该具备哪些元素 然后怎么样子让一个城市感到温暖 从这个角度开始来进行很多的设计 我们等一下会一层一层来看 了解你所有的城市概念 但先告诉我这个它在这边设计 是构想怎么来的 因为 我觉得它最显眼最强 而且一进来给人就一种律动的感觉 对一个能量流动的感觉 这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一开始设计城市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建筑师就是肖伯文先生 他在首次的一个概念里面 他提出来他希望有一个十字轴的一个概念 因为新店它的一个楼板面积 其实一层楼是新一店的两倍大 所以如果按照一般的用商场的角度去规划 好像一边中心路一边品牌路 这个面积非常的神 可是我们觉得应该要去创造它的接扩感 所以这个十字轴其实它就是一个十字路口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中广场它就变成是一个人群交汇的焦点 那我们那时候建筑师有给我们一个提议说 有没有可能在这边置入一个会让读者或来访的民众觉得 哇哦的这样子的一种意象或装置 所以我们就开始跟陈敏画廊的造立总监讨论 那后来就发现到其实在近年就是黄奔锐艺术家 他创造的妮妮其实有非常多的意象跟元素 很适合这里 那我们就从多个妮妮的姿态里面 就去挑了一个我们觉得太极妮妮 其实它是太极四式 它是有四个就是动作 我们也曾经想过说 怎么让这只兔子真的在这个空间打太极 对后来就是大家所看到这个样貌 哇如果它真打起太极来呢都不得了 但是我觉得它无意进来就跟你讲 成了一个最醒目 而且最特别的一个朋友历在这边 是的但是它虽然自己不打太极 但是它让很多进来的民众打太极 就所有在它面前照相的人大概都会模仿它的姿势 但未来在这个地点你还会有其他不同的展出品 装置一品是的 在这边也会出现是的 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它可以定期的去更换 就是成品画廊合作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 然后让大家都有机会可以看一看 所以想打卡的朋友啊 真的是您可以慢慢的期待 未来还有好多好多的新奇的在等待我们这边 是的 我的很期待 我们现在带 您就带我们去看看其他各个楼层好不好 是的 看看这个微型城市的每一层的人 他们是怎么居住的 好的 走在这边啊 我觉得所有人进来之后 最特别感觉就是这个 一个调空的空间高达四层啊 是 很有震撼感 而且很有这种空间的舒畅 是 无意的对业者来讲 这是一种业务上的牺牲 呃 对 可以说它是一个营业面积的放弃 但是某种程度上也要有这种放弃 才能够有特别的室内景观的创造 你现在看到了所有进来的消费者 他们的感觉怎么样 大部分的 我大部分的客人其实进来都有一种 哇 然后第一次是 哇 因为它跟我们就是 应该说我们的建筑它是显得比较朴实 但是里面的一个景观 应该是有 有超乎他们的一个想象 造成一个感受的震撼 是的 但是对于已经常来的民众来说的话 您会觉得它是觉得很舒服 很自在的 我觉得有一个空气呼吸的感觉 是的 是的 以二楼来讲 它的这个特色就是什么 二楼大家可以看到是 它是比较女性 还有相对主题馆的一个楼层 它在二楼其实我们后端还有一个野花园 对它就是我们找了吴舒元景观老师 他从B1到4楼 从台湾的低海拔的植物 到高海拔的植物 就是大概超过百种 去为我们规划 那我们就觉得城市里面 它的植物应该是要活生生的 应该是要蒸的 所以它会有它特别的浇灌系统 有它特别的日照系统 就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的挑战就是 怎么样子让它真的好好活下去 虽然是四层 但是它每一层 它有不同代表台湾海拔的植物 有五层 第1到4楼 换言之 走完这五层就好像走完了台湾的高山的平地一样 希望希望 我本来还有在想说 我们是不是要做植物导音卡 让读者知道说 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植物 然后是哪一个海拔 这边还有一个我们准备要上去的 就是直达的这个一个电斧梯 这也是完全就是符合这个 我们看到上面这是一个天井空间 是 那这个设计来讲 这边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的挑空的意思 是 更有一个呼吸的舒畅 跟一个空间的宽阔感 对 因为这是我们的十字轴的一个架构 其实一二楼它是用砖墙的圆拱的造型 然后三四楼因为有包含书店 所以我们采用就是木头 就是大家对成品 就是一个一直以来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 希望让人感到温暖 这个顶层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很特别 这个也是有特别的用意吗 它其实就是因为书店 在我们最高的这一层楼 它会有一种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对知识的朝圣的一种向往的感受 所以大家看到这样有点教堂 有点教堂的殿堂 对对对 有一点形状的教堂 那么穷顶的感觉 是的 我觉得真的 我现在讲得懂了 懂了 我那感觉第一次来就是有点像教堂 对然后有点镜面 对对有点镜面 对对有点镜面 所以它也不是 所以它有一些些会能够反应的效果 对对 也不是说直接看到顶就顶了 好然后这边我们现在到了三楼 三楼 三楼它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特色 一个是颠倒迷宫 颠倒迷宫 对另外有一个隐藏版的主题餐厅街 还有两个重要的未来要给民众一同使用的公共空间 你看Try not to look up 每次大家看到这个 大家第一件第一个反应就是look up 一定look up 然后它的颠倒迷宫的概念就是其实是一个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隐藏版的大野狼 就是当然我们还有小红帽 就是我们想要的是说 让爸爸妈妈带小孩子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去想象在这个迷宫里面 可能会发生的追逐或故事 哇那所有顾客进来都仰着头一路走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会也希望说他低着头 有专柜的这些课程啊 相关的亲子的商品 可是如果要看上面的话 他们也有故事可以说 哇哈哈哈哈 这个我们合作的很多的 应该要这么说 这次合作的很多的 不管是艺术家设计师等 真的都很有相反 我觉得这个里面充分满 就是让也跟大人回到了同志时代的那个想象感 想象力哦 对对 这三楼除了展场之外 也有特别的三个一个空间 问他会还帮给大众来使用 是的 大家看到就是主持人您这边看到的Black Box 它黑盒子它其实是一个简易的剧场空间的一个概念 然后它大概有将近快要200平左右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就是举办不同的活动 然后音乐会 那在这个地方 它的一个挑高的一个尺度 其实也是有大概 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也是有个十几米 对所以这个空间您可以想象 当表演在发生的时候 待会给您看几张照片 就是它这边可以容纳的人数可能有两三百人 对那我这边的想法就是说 未来一个城市里面 它就是应该要有 譬如说学生来排练舞蹈的这种地方 然后有这种看布袋戏的地方 所以在这一边这个场地 我会很希望 我们正在制定相关的原则 那未来是希望很多外部的艺文单位 学校社区的居民 就是大概符合相关的一个规则之后 就可以来使用 这大家坐在地上 然后您看就是大家坐在椅子上 就是这样做 所以蛮好的 我就觉得有点像 这有点像以前大家什么露天电影院啦 看布袋戏啊 我就想要这个空间有那个效果 好我们从这边 就要到这个都市的核心了 好 我们的书店 是的 我们现在到达了 真正这个城市居住的核心 书店 是 成品书店 好 有回家的感觉吧 对 当然这里都是家啦 但这个是特别家里面的家 没错 这是心灵的归宿 嗯 对 你每次走到书店有什么感觉 任何书店 不仅是成品 或任何世界各地的书店 熟悉 然后温暖 然后归属感 对它就是一个成长的记忆的一个 我觉得文字再怎么样一定要摸得到的 真的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而且台湾的出版真的非常精彩 就是大家看到的视觉 装真编辑 真的是世界一流 那在这边 生活清廉非常特别的是 不仅要摸 不仅要享受 我们要抬头看对不对 对 来 抬头看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30米的一个天井 然后这地方我们非常感谢 就是我们的房东支持我们做这个 达通各层楼板 然后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 因为是整个全洞的空间里面 可以直接有天光云影的一个空间 所以您看到这个光影 其实很自然的东西 所以本来这里面 如果只是一个单调平板的一个楼层的话 当然可以做到 但是完全的特色里面 就好像生活在一个毫无 毫无那种设计感的城市 那现在进来之后 有公园 有绿地 有实验剧场 然后有各种的展演 当然还有书 是 所以非常符合人性 也非常符合我们大家 这个空间要求 是 而且 而且还有我的书 平的大作 是我的书 历年来的一个榜谈的书籍 我们出的第一本书 对 未来还希望有更多的本 也希望都能够摆在成品的书架上 肯定 对对对 非常多精彩的人 最好这边都摆我们的书 非常非常感谢了 看到在 出现在成品的角落里面 谢谢 应该的 好 这个前面来讲 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有特别的 它就叫阅读大道 对 这是一个我们做了一个 50米的一个阅读长廊 对 那在这一个部分 就是一个书店的延展 对 那这家书店就是 当时我们觉得 大概除了 应该是说除了 接下来的一个松烟 就是我们将来会改成24小时的书店 它的长数会有10万种 那再来的话 当然我们也还有像地下的 那个中山地下街这种R79 它的长数可能有到8万种 但接下来大概就是这种尺度 5到6万种的一个 像这里就学5到6万 对 书籍的一个选品的部分 对那我们也发现到 其实这家书店的一个受欢迎的程度 其实大大超乎预期 所以我们也在思考 怎么样子再去扩充跟书籍相关的品项 对 所以阅读者到这边 三个问题 是 他会觉得 比我想象的成品的书店 虽然面积书籍都相当 是不是会比以前我感觉到的预期小一点 我觉得是有可能有这种想法 因为这整个空间的尺度很大 所以大家可能 譬如说如果对信义有那样的一个概念 他们可能会想说 这边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那当时我们的设计的时候 其实预留了这样的一个伏笔 对我们现在是把整个的书店 跟儿童跟文具馆整合在一起 那当时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不太确定 这里的一个阅读能量 所以当时我们是用台大书店的这样的一个书种的 这边真的有做到当时我们希望的 就是来自三地的客人 所谓三地就是在地 他地跟远地 他地就是可能是新北市之外的民众 远地就是有观光客 那做到这件事情之后 其实我们自己内部知道说 譬如说文具馆跟儿童馆 它都可以在楼面的其他地方 再继续找个空间 那书店就是可以空间 这个书店其实还在成长 是的 那我第二个就不问了 因为技能还在成长 因为我们希望多了解民众的反馈之后 再看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 将来如果我是一位消费者和读者 我要来朝圣成平 这个地点还有其他的地点 这个地点有它什么特色 一定要来看 在你三个地点你最建议去哪里 这个有点难 这个有点难 如果大家希望看 这个有点难 当然是空间的惊喜的话 就是新店的书店它是精彩的 但是以书目的一个丰富度来说 未来的书店它会是最齐全的 它会到以前旧敦南的一个 一个场数量十万种 但是像我们的南西书店 周末有电影院 就是然后像我们的台大书店 它是就是台大校园对面 人文底蕴非常深厚的书店 就是当然还有像刚才讲到地下街 它有独立书店的这些 很多独立出版品的完整的呈现 那我们还有台中还有台南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都要来 不同的时间到不同的书店 我想跟你们建议就是都要去 那我加入成平的那个时候 其实吴仙就跟我说 他说成平不能只是一家书店 他说成平我们要做文创产业 然后做文创产业之后 还要再变成生活产业 可是那个时候的我没有很明白 对我那时候的理解就是 书店它是纯粹的说文创它的范围更广 然后生活它更广 可是产业跟这些元素的一个关联性 就是其实是在这些年来 就是我们的很多的开关店跟试验中 去慢慢的去体会 是不是此刻开始我们可以说成平 是吴明杰 他自己要带着这个旗帜往前走 以后就是你了 我不会说扛下这个责任 因为也没有那么 也不见得那么伟大 但是就是 没错就是 身为领导人要这样子继续往前走 成平新店 这个整个的 从规划到今天终于落成在这边 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空间上刚才我们说过 它是一个立体微型城市 但是从经营的角度上来说 其实我们希望做到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地方 对那那是过去就是 规模比较小的成平比较难以做到的 对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是读了 就是当时巴黎旁壁度的一个建筑史 其实它在设计旁壁度中心的时候 它是说它想要创造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地方 属于年轻人跟年长者 属于穷人和富人 然后让部分种族国籍宗教的所有的人 都可以在譬如说有 纽约时代的这种充沛活力 跟大英博物馆的这种丰富文化的交汇点而存在 然后当时我看到这段话之后 我也去模拟了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城市的想象 然后那时候我跟同事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创造一个空间 它是属于所有人的地方 也是属于年轻人与年长者 但是它还属于 譬如说属于自由自在的心灵 也属于执着热切的心灵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 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这家店的定位叫 众人之所明日之城 然后那个明日 其实大部分想到的 大部分的人想到未来 好像就是它是一个科技的 是一个就是AI的 可是我们觉得真正的成品的一个要创造的未来的城市 它反而是应该非常human的 是非常人性化的 然后就是所以我们刚才谈到很多空间的设计 公共空间或者是活动空间或者是书店 它都想要创造那种人味 然后它都希望可以让人感到温暖 对那这个是这一次就是我觉得我们比较有机会 除了书店在整体的空间都有办法这样去呈现的一个机缘 从1989到现在 是 成品这么多人走来 这家店 为什么被你认为或者是被外界报道为 这是成品转大人的一个重要阶段 所谓转大人是什么意思 成品以后要改变了吗 这很有趣 所以就是1989年到2004年我加入成品 过去这15年创办人的丰公伟业 就是它连续亏损15年也要继续做书店 对所以在2004年我觉得它是一个milestone 那我加入成品的那个时候 其实吴先生就跟我说 他说Mersi成品不能只是一家书店 他说成品我们要做文创产业 然后做文创产业之后 还要再变成生活产业 可是那个时候的我没有很明白 对我那时候的理解就是书店它是 我纯粹的说文创它的范围更广 然后生活它更广 可是产业跟这些元素的一个关联性 就是其实是在这些年来 就是我们的很多的开关店跟试验中 去慢慢的去体会 譬如说像松岩 它就是一个很文创的一个场所 但是文创这件事情 其实它能够吸引到的民众 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群体 但是真正的想要把 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影响力 可以扩起到更多人 它势必要走得更生活 但是它走得更广更生活的时候 当然它的一个很核心很浓度很高的那样的一个东西 可能相对来说也可能会觉得有点被稀释 所以我们在这过程中一直在有一个balance 那我觉得大家如果认为这家店 它是一个转大人的原因 也可能是因为现在无限不在了 然后我们也要离开信义店 就是经营18年的信义店 所以能够在此之前先开展一个 我们对于下一个世代未来的想象 一个属于成品的一个生活跟文化的空间 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模样 我觉得成品生活性店 它带来了一点灵感 跟大家体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上帅你接手六年来你的成绩单 对 成绩单上科目很多 对 但是这一个店它确实也很神奇 就是我也是等它开出来之后 才逐渐体会它的意义 那开了之后就马上看到 其实看到很多不足 看到很多未来可以再丰富它 改善它的地方 可是大方向上来说 我觉得大的架构对了 那大的方向也对了 我们就是持续的可以去紧紧去更拥它 我感觉我跟你谈的时候 刚刚提到成品很长久的历史 是 谈到创办人 是 谈到你自己加入的这个时间 成品只有是你现在 你自己的责任了 你应该体验到这点了 所以外界应该认为 成品现在就是看你了 这个店就是你的一个验证的 你的一个不省成绩 也是一个里程碑 这点的责任感跟压力 你完全理解了吗 我不敢说完全理解 但是其实成品他真的 他一直以来都是一群很坚强的团队 但是现在是在你的手上了 是的 就是阶段性现在是我没错 对 所以你等于是一个领导者 是 此后你的领导从此刻开始 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更加完整 因为过去六年 你在执行太多的事情 是 包括这个成品信念 也是创办人当时所签下来的 是 你可以算他最后的一个心愿 也在你这边完成 是 是不是此刻开始 我们可以说成品是无敏捷 他自己要带着这个旗帜往前走 以后就是你 我觉得这个体任从2017年无先离开之后 其实就有了这样的体任 对就是接下来是要用就是 当然像您说的我们有很棒的内外部的团队 但是自己要 我不会说 我不会说扛下这个责任 因为也没有那么 也不见得那么伟大 但是就是 没错就是 身为领导人要这样子继续往前走 但新店他的开幕应该是说 让成品很多正在做的事或想要做的事 有个非常具体的体会跟认识的一个象征 我觉得 但实际上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也都在进行 全通路包含数位转型这样的一个计划 我觉得之后大家会渐渐看到 我真的希望成品他是一个 可以他不只是在市中心 他也透过很多社区店的小店 他也有线上的营运模式 是真的成为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你现在是在实行成品的一直有的理想 包括父亲的梦想 还是现在已经开始在执行你自己的想法 这很神奇 就是我觉得梦想 我一直没有觉得我在做爸爸的梦想 就是我知道成品是他的梦想 然后成品是我认为一个非常难得的平台 是有机会如果你对世界有话想说 如果你有讯息想要传达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平台 透过书透过空间文化展演活动商品 透过很多面向 所以我其实并不觉得我在延续他的梦想 虽然我们都在做成品 但是爸爸对成品有像人文艺术创意生活 这个核心价值 他也是我所认同的一个价值 对然后 所以这个应该是说我有幸 有幸继续去做他 但是说真的他的梦想也一直在改变 对就是譬如说在他最后那一两年 他想教育 对他想的是更多其他的可能 但是一个不变的其实都是怎么样子去运用成品的品牌影响力 去让我们说的人文艺术创意生活 真的能够进入到融合到人的就是生活里面 对那我自己觉得在1989年成立的成品 它是很文化性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刚解研 然后出版很蓬勃 然后成品书店它的出现也有推广阅读 普及阅读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作用在 但接下来我们现在在2023年 往下看另外的20年 其实我觉得它不见得是那么 就是文化的这件事情 我感觉到它会更心灵 就是因为我觉得未来的人可能更孤独 然后未来的世界 其实更多挑战 纷扰 战乱 然后天灾人祸 那人怎么样子在这样的世界中 他去能够去活得安顿跟自在 你觉得未来成品会走向一个更心灵的一个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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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走法 是一个 我现在 我那天写下来的是 我希望成品是一个可以 帮助人发展更温暖的灵魂的一个平台 对那怎么样子能够发展一个更温暖的灵魂 成品本身自己就要给 就是你要先 就是也是之前无限说的 他用款待这两个字 他开书店的时候 他说 款待书 款待心灵 款待空间 我觉得那个款待 他一种 giving 这种给予的 这样的一个心愿 跟他的姿态 跟他的做法 我觉得成品要更勇敢 跟更有创意的 从自己有的资源面向里面去思考说 我怎么样子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以我们做 心电这个空间 刚才会有黑盒子那样的空间 他就是一个体会 就是不是大家只能在书店里面 才有活动参加 就是在一个大家 以为在商场里面 其实也有属于众人的 然后你可以 就是 他不是说你要有很贵的 一场足 基本上 他就是很方便能够 供大家利用的 会是一个更综合性的文化产业 是的 然后或者是说 我们也在推出一些 在设计一些课程 他也是比较针对身心灵的 比如说 在文化学术教育上面 都会有介入了吗 比如说成品学院 我自己的猜测 是 你想的是这么一个大的蓝图吗 我现在不敢这么想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要做的是 透过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是 书店商场旅馆 然后社区店线上 然后这些其实还有展演 包含什么 电影院表演厅 成品画廊 这些面相里面 怎么样子把它做到更到位 更落实 让它对人的影响更深刻 有些是更广泛 有些是更深刻 有些是更深刻 先透过这些我们已经有的媒介 对 然后之后真的做的成熟了 也许有一天 会想要做您刚才说的 那将来书店 在所有你的整个事业版图里面 它会永远占据的位置是什么 只要在 只要成品它存在着 我都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的经营书店 24小时的书店 无论他们开在哪里 永远也会是成品的一个持续的品牌 它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我希望全台湾的人 只要有一天晚上 他不想睡觉 他都有一个24小时的书店可以去 我现在还能听到他声音 你觉得他会不会说 明杰你做得很好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他会对我这样摇摇头 就是一副 你没有救了 但另外一个动作就是这样 就是 因为他觉得 他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现在你床头那张照片 应该都是这个动作吧 我床头那张照片 是他的那个 他的一个很纯真的笑容 对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在摇头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我觉得书店它就是原点 其实它是我在成品 留在成品的关键 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作为 虽然譬如说大家看到 我们朝商场或等等 这样子去发展 但是这是必要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书店 所以我势必要有不同的营运模式 来支撑来协助发展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不相关 就是它不管我们做商场 做展演 做画廊 它还是跟书店 它是要有一个 忠效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书店 书这件事情 我认为 应该是我有生之年 我会想要持续的关注 跟只要成品 它存在着 我都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的经营书店 因为它就是 我觉得它也有很多主客观条件 客观条件是 台湾的出版力真的很丰富 台湾的出版人 台湾的出版品 我们一年 现在平均都还是有 三到四万种新的title 所以 就这样子的一个量能来说 其实 而且我发现到 我最近去香港 去北京 去东京 然后去吉隆坡 这些地方 我觉得台湾现在 应该是成为了 最爱阅读的地方 就是台湾跟香港 就是反而在日本 我看很多年轻人 现在是不阅读的 我真的好几次去日本的书店 看到的都是拿放大镜 然后看书的这种阿伯 对 可是我发现台湾人真的 就是大家对阅读 还是有那样的一个热情 而且它好像变成一种习惯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们的客观环境 给予成品的一个 生存的一个利己 就是只要我能够好好做 我们的人民 我们的读者是爱阅读的 这是一块 那当然就是自己 个人上面来说的话 我会觉得书店 书 书店的空间跟书籍 它真的就是一种陪伴 不同的书不同的作者 就是进入到不同的世界 交不同的朋友 24小时的书店 无论他们开在哪里 永远也会是成品的一个 持续的品牌 它太重要了 太重要 我希望全台湾的人 只要有一天晚上 他不想睡觉 他都有一个 24小时的书店可以去 因为这是我自己 也希望有的 父亲的一切 现在 你还每天回想他吗 每天去思考他 对 他以前对你的叮咛 对你的影响吗 其实 蛮妙的 就是他对我的 他跟我的关系 我不是用 怀念他 或回想他的方式 我觉得他好像还在 就是他是一个 我感觉就是三不五十的一种 持续对话中的 只是你有的时候会习惯 你的这种对话 有些自然的你会有回应 你会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 可是有些你是没有回应的 可是你还是跟他说话 但是那个说话也不是 好像真的是要到特定的空间 时间说 爸爸我今天做的那些事情 或我们的生命生活 新店终于开了 其实他不是那样 就是 因为我房间就有一个 他的照片嘛 就平常就是嗨 就是走了 就是拜拜 今天好累喔 然后就是 你觉得我这件事情做的怎么样 就自己得意的时候 就说这个不错吧 他是一个有点滑稽的朋友 对 就是虽然他是一个很严肃 大家看起来的 但对我来说 他是一个我可以跟他 就是讲冷笑话 然后很幽默 然后沟通很多事情 虽然他 我们谈到公事的时候 他也有很多他的标准 但是是 这就是一个很human的一个人 所以现在他在我的生活中的 存在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也有点像是这样子 就是持续的会去对话 然后我也不觉得我要update他什么 因为我会假设 你应该都知道吧 就是我还要特别说什么吗 我现在还能听到他声音 你觉得他会不会说 明杰你做得很好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会对我这样摇摇头 就是一副 你没有救了 你不太有水平 就是 就是 哎善 如此不可教练 这是一个他对我的经典动作 但另外一个动作就是讲 就是 因为他觉得他 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现在你床头那张照片 应该都是这个动作吧 我床头那张照片 是他的那个 他的一个很纯真的笑容 对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在摇头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嗯 你当初来成品其实并不是百分百的情愿 嗯 应该说完全不是计划中 可是是百分百的心甘情愿 只是没想到 竟然会进来了 对 现在回想起来 你这个决定 你丝毫不后悔吧 我 我 我 那 完全 不后悔 而且 而且应该这么说 我进成品之前 我不知道成品是什么 然后我 进成品的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他是一个 自己在人生阶段中 相对来说也很茫然的一个状态 但是在这个茫然的过程中 就是 爸爸跟妈妈 说真的 他们没有给我特别的压力 他们让我自己去选择 然后选择了 我说我要出国之后 甚至我 我爸会说 你不要担心钱 你要 三十岁之前 你要好好的去旅游去玩 然后不要太认真念书 我就觉得 所以那个时候就突然觉得 你好像你一直要的东西 都有了 你真的全都可以这样子拿吗 然后还有 那些真的是你要的吗 还是你只是想证明你要得到 但是你要到了 你真的想去做吗 所以我觉得我进成品的那一个 那个契机就是在于 突然之间我要的通通都有了 而我觉得 好啊 那把我去你公司做做看 你觉得怎么样 他就说 随便你啊 然后我就进来了 然后一进来之后 一个月吧 我就知道我不可能太快离开了 是因为全部都是新的 全部都不懂 全部都 就是我无法去 无法去判断我喜欢或不喜欢 能不能做得好或等等 所以就是全面性的吸收学习 然后市场一直在改变 挑战也一直在改变 那就一路做下来 妈妈女的影响现在是什么 我妈妈其实我觉得她是我们家 真正的一个重要的支柱跟基础 其实包含也是我跟我父亲的一个底气 对但是妈妈通常就是她比较 她的努力跟辛苦跟辛酸 比较不被看见 或者是比较可能很容易就被视为理所当然 对所以这也是我进入成品之后 我慢慢去体会说 其实爸爸在做的很多东西是外显的 就像书店是成品的原点 我觉得妈妈也是我内心力量的原点 她现在还在给你力量 是的 而且她现在给我力量的方式 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我跟她说你只要吃好用好 玩好快乐 我看你开心 我没有任何的担忧 我没有后顾之忧 那就是最棒的 我相信无数读者 无数成品的追随者 应该很高兴听到你讲 现在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在带领成品 往接下来的每一步走 OK啦 在未来 很多人还会继续到成品来 是 你也会有各式各样的店 形态不同在这边 在台湾跟在世界 是 你希望成品 未来继续发挥什么样的力量 在所有世人的眼中 她能够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我觉得她一定要是一个能够安定人心 安定人心的一个场所 然后她要安定人心之后 还可以温暖人心的一个场所 那这个媒介透过书 透过刚才所谈到的不同的活动 甚至透过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款带 就是让人感觉到 在这里我是能够有机会 有机会有很多种可能 不管在那个时候的她 她可能是想找灵感 然后想生活做一些改变 或者她只是想要休息 想要喘息一下 或者是她就是有目的的 她希望购买哪些东西都可以 但是我会希望是一个 让她们感到安全温暖 有归属感的地方 就是看到成品 虽然不是像回到家一样 可是就给她一种 就是啊 safe 然后我 而且这个safe不是boring 不是无聊 但是我还有机会再去发现很多新东西 那我觉得成品的挑战 在未来就是怎么样子透过不同的营运模式 在空间 在书本 然后在选品 然后在活动内容里面 一直能够推陈出行 去做到很一致的这种 就是让人觉得温暖 因为当一个人觉得温暖 所以您就会散发那样的温暖给别人 然后这样子的灵魂是会有感染力跟影响力的 我觉得这是成品接下来最想做的事情 继续发挥她的强大的感染力 对 一定要 父亲曾经说过 他经营这个事业有在经营生命一样 是 是 你有同样的承诺吗 是的 因为 就是花我们的时间啦 时间就是生命 对啊 就是 是这样的 环境是成品一直的最自豪的 像这个野花园 你希望给大家的环境又是什么 像刚才说的 因为我们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植物是走向 台湾比较高海拔的植物了 虽然我对这些植物并没有很理解 可是我们就是希望让大家感受到台湾的美 对 对 然后觉得在这里是一个亲切的 宜居的 舒服的环境 嗯 强调书跟自然跟心灵三者的结果 对 就是 呼吸的空间 对 想象的空间 对 可以放松的空间 对 这样的新的台南店跟台中店也都会有一个样子 对 对 在台中我们也是同样跟吴淑妍老师合作 在台南的话 它的景观能够做到的空间 现在最新的在你们来讲 书的经营形态 我们看到复合 是 从书到复合的结合 再跟商业结合 再跟生活产业结合 是 接下来还有什么趋势 呃 我觉得这些结合里面有不同的阶段 或不同的主题 都有不同的玩法跟创意 对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是挑选特定的主题 去把一些东西做大跟做生 我觉得成品越来越像一个生活舞台了 我真的很希望是这样子 像您说的 一个生活舞台里面 你可以有各种的文化跟艺术活动在里面 而且它也鼓励大家去那边发挥创意 是 是 成品是因为众人而精彩 是这样子 你对成品的未来 你有没有一个小脚的什么心愿 可以浓缩成一句话 告诉我们你的心愿是什么 像我刚想到 成品就是一个生活 台湾生活的舞台 在展现给全世界的人看 是 我们华人文化的舞台 是 你呢 我 我说成品 Elite是E开头 我跟同事说我们有三个E 一个是Enrichment 然后一个是Engagement 一个是Entertainment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是 它是一个发展自己 然后Engagement 就是创造交流 然后Entertainment 是提供生活的趣味 那就像您说的 它是一个生活的舞台 然后它是一个 让人感到温暖的 身心灵的一个平台 这是我们希望的 永远骄傲 加油 给 absolutamente 按摩 文字幕 字幕作词 感谢观看